嗨,大家好,我是Martin 今天要來清潔跟更換的是 W208CLK230K的 節氣門的一個清潔清洗 然後還有卸壓法的清洗 還有機械增壓油的更換 那附帶一體的話 可能也會換一下那個 我們的引擎用的Air Filter 就是空氣濾芯 那我們現在開始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始拆卸 W208CLK230K的 解氣門 然後清理解氣門的時候呢 我們要用的 那個試藥的話 就要用專門的一些那個 解氣門清洗劑來做清洗 因為一般的 化油器清洗劑的話呢 它只有 我給你一個Soven,它沒有潤滑劑 然後拆卸的那個 工具的話是 5mm的 六角板 六角型的 內六角型的那個 套筒 好,那我們這樣就把我們的解氣門拆下來 那我們外面清一清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裡面這邊的一些那個 雞碳的一些狀況 那順便也可以把裡面的 法蘭大概先清一下 那剛才我的話 我就是要還要把這個旁邊的一個 旁東道 也要把它拔下來 才可以整顆卸下來 好,清潔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用這一支 那個 解流法的漆碳清潔劑 因為它在清潔的時候呢 第一個呢,它也可以 把裡面漆碳洗掉 而且 它本身不是像化油器 化油器清潔器這麼的 這麼利 然後呢,它帶有一些 潤滑的一些那個油脂 比較不會讓我們的 這個蝴蝶法卡住 好 解氣門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清潔乾淨 我們內部這邊 然後還有 這個 我們的 蝴蝶法另外一側 我這邊都清乾淨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會把 這個 解氣門呢 等一下外部稍微做一下清潔 然後就等一下準備安裝 好,解氣門清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已經清乾淨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安裝 上去 那安裝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的接頭要朝 我們的車頭 然後呢,我們的螺絲呢 總共有 一段 三長 那短的部分的話 放這裡 然後帶這一支的原因的話 是因為我要先對準一下 然後如果鎖得太早的話呢 其中有一根螺絲 有可能會放進去 所以我們這個螺絲的話 這三支的話 都不要先上緊 然後先對好位置 之後呢 最後一支螺絲下去 確定能鎖進去的時候 把第三支稍微帶 之後帶緊之後呢 其他的兩支就可以開始準備再上緊了 好 那我們的W208 CLK230K的解氣氛清潔的話 就到這邊 那我接下來還會再繼續先做 其他的一些更換 例如像那個我們 還有一個 謝亞法的一個清潔 那等一下我會繼續做